老婆, 你先聽我解釋 不如你先聽聽我們今晚發生什麼事 好, 你說吧 今晚臨洗澡之前 媽媽吃東西蓋了, 蓋得臉都青了 我沒辦法要叫十字車送她入醫院 在救護車上, 姐姐很害怕 其實我也很害怕, 但是… 我要假裝真定, 我不想她擔心 在那個時候, 我很想有人安慰我 但是你不在, 你和別的女人在一起 我怎知道細母會撐傷呢 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會趕回來 你也看見, 我自身難保, 我也撞車了 你今晚約了我們 你怎麼會和別的女人一起撞車 原來去到醫院, 她只拿著你的手不放呢 撞車完之後, 她暈倒暈倒 一直掌握我的手不放 難道我拼開她嗎 我們真是沒事的 之前我打電話給我說有事 我不想見她, 但是越聽越不懂 擔心起來, 結有時間就去看看她 我猜不到她瘋了你上來, 會喝得這麼大 我打給你, 你只會說一聲收拾 我也很擔心你 那時候她拿著車, 瘋了地踩油 我按也按不住 電話飛去哪裡, 我也找不到 為甚麼人家有事會找你呢 你跟她不太熟 我們有時候會聊聊天 聊甚麼 聊聊公事, 聊聊家, 聊聊我們的女人 有甚麼問題, 做朋友的就你問我意見 我問你意見 人家有甚麼需要你的意見, 嚴先生 他喜歡了有虎之父 想放下, 但又不死, 這樣行嗎 他喜歡了有虎之父告訴你 那會不會有虎之父是你呢 我光明正大, 沒想過 你不是這麼想, 你怎麼知道人家不是這麼想 你為甚麼這麼想人家 人家是好意為我們好 之前來的毛巾是他幫你訂的 不是, 還有今晚那些芭蕾舞妃 是他送給我們, 想我們一家人開開心心 那你想我怎樣 我感謝他, 然後送老公給他 是否這樣 你說話有道理行不行 你解釋我聽 你為何我唇官在室三道 我不是說了他喝醉了, 撲過來嚇倒嗎 如果我喝醉了, 各個男人 你看到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沒事 我說清楚也不相信, 你會惹蠻一點 你又怎麼相信 你們太大聲, 吵到手會發不出了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家長都在討論這件事 但是當中有很多不正確的評擊 還有傳聞 大部分都是無根無據 全部都是閒言閒語 我覺得我不需要回應 你這種態度就不對了 你身為訓導主任 連自己的弟弟都教不好 人家就會質疑 你可不可以教好其他的學生 校長 文亮熙已是中學生,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 打架是她不對 我已經跟譚校長了解過 文亮熙已當面給她打的同學道歉 而校方已經對她有處分 這件事已經解決了 不知道校長你還有什麼疑問 你別拿譚校長來騙我 文亮熙被罰停學的事我也知道 你別以為這件事就完了 很多家長不滿意你, 他們會投訴你 如果有家長對我不滿, 我願意聆聽 校長,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有哪位家長對我不滿 讓我可以直接聯絡他們, 跟他們談談 你應該謝謝我, 我跟你擋了 不過這件事會很快傳到校長那裡 你知道我們學校歷史悠久 很注重校譽 現在的傳媒多厲害 如果這件事傳出去, 小事會變大事 尤其是你, 你見過報的 那些傳媒對你有印象 他們會咬著你不放 那時候對學校、對你也沒好處 那你想我怎麼樣? 家長需要一個交代 你想我引救辭職? 好, 休校長 我剛好有事想找你 關於文亮希希學校打架的事 我也有去過看家長群組留言 每個人都在說這件事 這件事始終要一個人走出來 承擔責任 Ms Mann為了維護她弟弟 她會考慮引救辭職 真的? 她訓導主任的位置就會懸空 我會推薦你去補償, 你意思是怎麼樣? 謝謝你, 校長 我一定會努力的 你也等了這個機會很久 終於拔了眼睛, 眼中釘了 我看好你的 放心吧, 我一定不會令你心惡 你走過了嗎?我載你吧 好 校長, 你今天穿衣服穿給你 是嗎? 很合襯 我之前看到她的頸巾和衣服穿 我下次跟她看吧 好 媽媽, 你很累, 吃了飯了嗎? 少許累吧, 媽媽吃了飯了 你呢?你吃了飯了嗎? 吃了, 舅父煮了東西給我吃 舅父?他現在在哪裡? 他吃完後馬上進了房間 我不敢搞他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房間做什麼? 可能找人輸吧 那你呢?做完工貨了嗎? 做完了, 我拿給你看 好了, 你現在先洗澡 待會兒媽媽幫你看, 好嗎? 我進來了 你幹什麼? 文亮兄, 譚校長叫你閉門師過 不是叫你閉門打遊戲 Mis Chan把我給你溫習的溫習 你有沒有看過? 我溫習的時候你看不到而已 就算你是有溫習, 也不應該花時間去打遊戲 有時間, 你應該讀有用的書 或者早點睡覺 你別浪費時間做一些無聊的事 是不是只要我不拿著一本書 我做任何事都是無聊的 我打不夠五分鐘而已 姐姐, 試過不是一定要面逼的 你又知道我沒反省過? 我沒聽過打遊戲可以試過 就算了, 你知道現在你闖了很大的禍嗎 你隨時會被人踢出校的 踢出校就好了 我不用再在學校睹眼睹鼻 你也不用怕被人說你是偏事 我在學校, 不會只認錯你 就算學校不趕我出去 我自己也不想再讀下去 你知道你說什麼嗎? 你從星上中學開始 成績也沒有好過 我知道你在發我脾氣 還是在發你自己的脾氣 我為什麼這麼容忍你? 因為我知道有一天 你會明白你姐姐是沒放棄過你 我明白我弟弟有一天 會變回以前的文亮熙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這樣闖禍 每次學校對我說 你被人投訴, 你犯了事 你知不知道我心裡有多痛? 我這麼緊張、這麼疼你 但是你就選擇放棄你自己 我真的不懂教你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吃的麵包 要下明早做早餐 成吉思? 做甚麼? 穿着拖鞋都那麼大,你踢個罐 你很不開心嗎? 不要提了,為甚麼你在這裏?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 就快點按下方的鈴鐺訂閱吧